好 以海鮮聞名的連鎖餐飲品牌 去年十月插起南港 打造全新的自助餐廳 而在這個敏感時機 卻又爆出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例 有民眾指控一家六口到店內用餐 結果回家之後呢 陸續出現上吐下腺的症狀 而院方也依照規定通報衛生局 隔天一早立刻派人機查 強大學廠蟹帝王蟹角 日本生蠔等 還有樂眼戰斧豬排 臺灣湯阿雞海陸大餐任你選 連鎖餐飲品牌去年十月插起南港 打造全新自助餐廳 想不到這回也爆出疑似食物中毒 鎖定生育片鮮蝦紅旋等放入盤中 業者過去以海鮮聞名 這回卻有民眾投訴 三月三十號中午一行六人 來到餐廳過生日 沒想到用完餐 下午三點左右 大兒子開始腹泻 到了傍晚 其他四人也開始出現 上吐下泻情況 眼看不對勁當中 三人半夜趕緊到醫院掛急診 抽血檢查後 竟然被告知是食物中毒 衛生局於今日凌晨兩點四九分 接獲醫院通報 疑似食品中毒事件 該造勢餐廳目前正在 稽查當中 衛生局會依食品良好 衛生規範準則進行稽查 衛生局接獲醫院通報 隔天一早就派人 前往餐廳採集查驗 當時業者也回應 同天用餐顧客 目前僅遮阻客人出現異狀 缺切中毒原因 還有待釐清 面對國內爆發 保齡茶室食物中毒 也讓民眾對吃的安全 更加小心謹慎 記者總報道